物质到底由什么所组成? 这是个古老的问题 但也代表着人们对于本质的探讨与了解有着极大的渴望 因此也产生了可以用来表示物质的基本构成 无法再分解为其他物质的元素这个名词 经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民间信仰的影响 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由土、空气、水和火来构成的 传统中国则是有五行元素的看法 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这些思想都影响了东西邦对于物质观点上千年之久 现在的我们可能都知道 不管是古希腊人或是古代中国 对于元素的看法都有所不精确 如果是你,会如何证明或论述不精确的地方呢? 还记得你之前所学的吗? 空气里的组成有氮气、氧气和二氧化碳等等 这就可以证实空气不是元素 拉瓦杰也曾经将氧气和氢气燃烧而得到水 证实水可以再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水也不是元素 还有许多科学实验上的证据都证实了古代元素论的谬误 而新的物质观和元素理论也逐渐被建立 在讨论新的元素论之前 我们先回想我们过去所学的 那时候提到在全世界的物质里 又可分成纯物质和混合物两类 纯物质代表只有一种物质成分组成 像是纯金、氧气、食盐和水 混合物则是由两种以上纯物质所组成 像是空气、糖水、合金 但这就奇怪了 刚才不是才提到水可以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吗 那水到底还是不是纯物质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 你先想想 纯物质和混合物是依照什么条件来分类的 在分离食盐和细砂的实验中 使用了物质的溶解度、颗粒大小、废点等物理性质的差异 来将食盐和细砂分离出来 也就是说 混合物可以透过物理变化 将不同的物质分离出来 如果透过物理变化 无法再分出不同物质的 那就是纯物质 因为水无法透过搅拌、拨滤等物理方式 再分离出其他的物质 所以当然归类在纯物质 那水可以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 水可以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是透过电解这种化学反应所造成的 不是刚刚所说的物理反应 现在科学家 依据是否可以经由一般化学反应 像是照光、加热、通电而再分解 将纯物质又分成化合物和元素 如果物质经过化学变化后再分解 像是一直提到的水电解后 会再分解的这类物质 我们就称为化合物 若是经由化学变化后 而无法再分解成其他物质 像是氧气、纯金这类的 我们就称为元素 目前发现的元素已经有100多种 元素之间的结合 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化合物 而生活中丰富的物质 也是元素间结合成化合物而来的 到了课程的尾声 来测试一下你是否有学会 最后来为你做个重点整理 一、可以经由一般化学变化 在分解的纯物质 我们称为化合物 二、不能经过一般化学变化 在分解的纯物质 我们称为元素 给你一个小问题再想想哦 化合物分解后的产物 一定会是元素吗? 为什么? 欢迎你留言给我们 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下次见!